鸦片战争后,林泽徐去了哪里?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,鸦片战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 彼此已久的中国,贝京国以肩船力炮撞开了大门, 外面的新世界仿佛潮水一般,涌入中国, 而林泽徐则夹杂在新旧时代之间,苦苦思索。 林泽徐是传统科举培养的人才, 他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读书人, 学尔优则是,科考场上的顺利,换完了官用亨通。 19岁那年,林泽徐变中的举人, 26岁便在电视上考中数集市,被选入汉林编修。 这是一个让很多读书人艳羡的结果。 对于科举,林泽徐与好友公自珍等人的意见不同, 他不认为科举会埋没,乃至摧残人才。 相反,他对于科举十分重视, 他曾担任科举考官,并十分的严谨地处理好自己的工作。 徒卫林泽徐在澳门画像作为一个官员, 他也是按照儒家的标准要求自己, 连结,为民办事, 无畏强权, 在他担任江苏巡查室期间, 甚至被衬护卫林兴天, 也正是这个原因, 林泽徐在处理鸦片问题上, 才会如此强硬。 他认为,鸦片已经成为一个危害, 许多人因为鸦片而弃力子散, 甚至丢了性命, 而且,鸦片问题不止影响到民间, 甚至影响到军队, 乃至皇帝审变的人。 徒卫满清西施鸦片最终, 在道光皇帝的支持下, 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由此展开, 禁烟运动一开始确实顺利, 但它让英国利益受损, 最终,导致战争的爆发, 这场战争几乎是以清朝等完败未结束, 泱泱大国, 竟然像是纸糊的一般, 在不到两岸的英军面前, 竟然输得一塌糊涂。 为了找到替罪羊, 道光皇帝将林则徐发配西北, 送往新疆伊犁, 徒卫道光皇帝画像。 对于寻常人来说, 这绝对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, 自己一腔热血倒了出去, 却换来这样一个结局。 不过, 林则徐却在跟妻子告别的时候, 说了这么一句话, 苟立国家生死矣, 起因祸福必屈之。 到了新疆伊犁后, 林则徐并没有就此庸庸碌碌, 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, 也是因为被送到了西北, 让林则徐开始关心起西北的边赛防御问题。 他实地走遍了南疆的六个城市, 向新疆的官员, 提出应当以屯田耕栈的方式, 巩固西北的实力。 他还推行了卡尔景, 房车, 兴修水利等时, 用于您的举措。 徒卫林则徐画像但最重要的一点在于, 林则徐在经国调查, 推断后认定, 在将来, 英国跟俄国将会是西北边赛上最致命的两个敌人, 他直接提出了抗阴房俄的主张。 不过, 林则徐的高声大呼, 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应, 即便后来他重新出任封疆大力, 他的主张也没有被真正重视起来, 直到林则徐回到了家乡湖南, 在一条船上, 见到了另一个人, 两个人彻夜长谈, 从古今人物, 时事点评, 以及西北边赛, 无所不谈, 这个人叫左宗棠。 林则徐把自己在西北多年积攒的资料交给了左宗棠, 也把宝贝西北边赛的重任交给了左宗棠, 若干年后, 英国跟俄国支持的阿古百在新疆叛乱, 俄国占据伊礼, 左宗棠立牌众议, 亲征西北, 收回了被占领的国土, 那时的林则徐已经去世, 想必在九泉之下, 对于西北的国土, 他也能感到一丝欣慰了。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,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, 脑洞外星人, 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。